難怪他問我有沒有知識問舊 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給多點鼓勵 訂閱我的頻道 給個Like的影片 留言幫我收到Turtle Fusel 還有順手follow我的IG 謝謝 很想我沒有點鰻魚 如果我點了鰻魚 我看到別人做這個我會生氣 今天早上飲咖啡的問題 我們去Seven那裏解決 我覺得台灣Seven的香橙陽光冰磚眉色是ok的 它就是Ice Americano 再加一個用橙汁做出來的冰 報告一下我的Apple Watch Ultra 2 用了24小時沒有充電之後 它還有64%電 各位早晨 我是Mike 現在是在台北的第一個早上 現在是吃早餐的地方叫做 在這次台北之旅第一個美麗的早上吃的早餐 這間早餐店 我就決定不開名 它的環境是ok的 但是當日可能店員發生了很多事情都未定 心情一般 在下訂單的時候 我的感覺就是 我是不是做錯了一些東西呢 吃吃 食物方面 可能奶茶和蛋餅都不是他們的主打都未定 我覺得我是比較適合去那些 古代的台式做生店 今天第一個行程是去看看我前面這間 健身是否可以讓那些遊客去做一場運動 因為吃了很多東西 任務員吃 好 成功地做了一個中國人道 現在會去吃腦肉飯 由於我住在北門附近 這裡附近還有一個景點就是大道程 最近有一間叫做大道程腦肉飯的腦肉飯店 我經常在網上看到它的出現 這一段就很多人說起 所以我們就走過去試試 因為之前我在西環丁天天里那裡吃腦肉飯 其實我是很喜歡吃它的 但是有很多台灣的網友留言 他們說天天里美食方的腦肉飯 即未必是他們本地人 即當地人會覺得很好吃的一個腦肉飯 所以今天就去一個 多一些台灣人推薦的腦肉飯景點 腦肉飯店 噢 哇 我覺得我們排隊 現在大道程腦肉飯應該真的很火紅 因為除了這個鋪位之外 其實旁邊兩個鋪位都是他們堂食的地方 但是都是照牌長龍 由於我住附近 所以我是買回酒店裏吃 順便可以吃完之後可以立即洗澡 我就是點了這幾個食物 大家看畫面都會見到 其實餐廳裏面是有很多吉位的 如果是香港的話 應該是坐桌子滿了人的坐 而這裏就是堅持一兩個人一張桌子 這兩棒應該就是他們的腦肉和胸肉 原來熬了這麼少食物 由這個位置走回我住的北門附近 大概是14分鐘路程左右 如果你是住在西門町走的話 我估計是20分鐘 我們吃飯了 原來我買了這麼少食物而已 老白菜 這個就是傳聞中的大道程腦肉飯 再加半熟蛋再加老鴨蛋 這個就是最近很多人看起的大道程腦肉飯 我這個是小的 我看到腦肉應該是手切的 很多肥肉 是肥的 而且它不是那種很鹹的腦肉來的 吃的時候基本上是感受不到豬肉 因為太肥了 它是跟飯融在一起 是融了 所以不是很咬到的 其實我之前是看了幾位不同的台灣YouTuber 都有去到大道程腦肉飯 這裡吃東西的片 所以我才會去這個地方 根據他們的感受分享 他們覺得是不錯的選擇 但是我要戴個頭盔先 如果大家看到我這條片 經過大道程又去吃這個腦肉飯的話 期望上要有少少調整 不是它不好吃 而是我們作為遊客 我們不是從小吃這種食物吃到大 所以有時其實我們不是很懂得 好像當地人那樣分到哪一種口味 才叫做相性 所以直接說 其實我是不會吃 我吃不出當地人覺得它很奧妙的地方在哪裡 這個老白菜是好吃的 有一點蝦米鹹香的味道 好吃 我猜游豆腐吧 但是它好像都沒有算到錢 因為它收了我110元 我吃飯 繼續旅程之前我們先聽聽廣告客戶的說話 每次去旅行之前都要買旅遊保險 但是市面上有這麼多不同的旅遊保險產品 如果要逐個拿出來比較他們的價錢和賠多少 其實是非常麻煩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 可以很容易一次過看到了多個不同的旅遊保險產品 比較到他們的價錢和賠多少的平台 MoneySmart 來自新加坡的MoneySmart 是一個一站式金融產品比較的平台 可以一次過比較多間機構 看看他們的旅遊保險產品 或者其他金融類的產品 幫用戶手作出精明的理財決策 例如大家來日本想看有關日本的旅遊保險資訊 在MoneySmart這裏 一下就看到三十多個不同的產品 除了根據本身的排列之外 你都可以Source它 例如跟價錢的高低去做排列 還可以跟你的個人需要去做更多不同的篩選 例如只是看限時優惠 旅遊分分6周年大擊賞 或者只是選某幾種保障 或者只是看某幾間機構的旅遊保險都可以 選好之後 每次透過MoneySmart去申請金融產品 都可以賺取Smart Points 這些Smart Points 積分是可以在他們的Reward Store那裏兌換禮物 品牌例如有蘋果K-Lokes 或者是HKTV Mall 還有其他精算產品 為了慶祝MoneySmart成立6周年 投保指定旅遊保險產品 期間限定低至6周年 成功投保折扣後貴過200港元的指定旅遊產品 會送50元超市現金券 逢每月6日、16日、26日 成功投保指定旅遊保險產品 會加送多300Smart Points 即是最高獎項就是剛才的兩樣東西加起來 6周年加300Smart Points 還有50元超市現金券 還可以再強一點的 就是加上我的優惠碼MIKE6 MIKE6 就會再額外加上送多300Smart Points 現在MoneySmart還有一個IG出post贏獎項計劃 第一步就是要追蹤MoneySmartHK的Instagram 接著在他們的我要參加MoneySmart旅遊紛紛6 那個post贏兩位朋友 最後就是在你自己的IG那裏出一個post 有關於最難忘旅遊目的地 之後hashtagMoneySmart旅遊紛紛6 就有機會贏取Gopro HERO 12 Black 或者是KLOOK旅遊電子禮券的了 詳情去我樓下Infobox那裏看吧 應該是對的 上車 上車 10日遊酒店那裏搭的士向華山姐這裏的後面 大概我記得好像是115台幣 現在我搭巴士的價錢是15台幣 我忘記了昨天是115台幣 好像很久沒有感受過這種感覺 好像很久沒有感受過這種感覺 比盧康律比亞 我想我會喝這個 最後叫了另外一款巴拿馬的Ycash 吃風蛋糕 因為吃了一件蛋糕 所以三個回到西湖町那邊 如果不是自己走一次 其實真的不知道 原來不是真的好遠 大概20分鐘就回到酒店 晚餐我們來到中山站吃Omakase 這間店其實是我 Mi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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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去台北吃飯的嘉賓是James 很美味 這個是吞拿魚片 中間那個是鮑魚乾和海帶 今天我們吃這個餐應該是千二 千三 千三 應該是千五 OK 千五 跟大家說了先 這頓飯是OK的 但是純粹只是我想放鬆吃東西 所以沒有什麼表情 我相對是像台灣 那是那個哈密瓜 那是台灣香瓜那種香氣 那它比較偏清爽許多水深 水深它是純米大心口 但它不會辣口 它比較偏像米香的沉水豐富 唯一會收斂乾淨 這個也帶酒感 它比較不全 我們選了比較甜美的那一支 那中間的冰塊 我會冰淇淋幫忙做補充 以及去冰塊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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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位介紹一下 上面上面上面就是 黃蝦 我用紅檸檬皮 跟汁做到簡單的調味 直接做使用就可以了 謝謝 謝謝 一個人都很像 鬆的 對 用飯糰的壓平一點 壓平一點 壓平一點比較好入口 噢 整個壓平去了 中花我覺得都蠻好吃的 對 白芝肥海道 昆布鹽 我們直接做使用就可以了 我不是很記得了 這件魷魚壽司 應該是很好吃的 看回自己的樣子 第五項食品 有一件豆腐 接著是第六項食品 奇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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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項食品是 紅金魚刺身 下面有味噌醬 可以拌一下 第八款食物這件壽司 由於我太放鬆了 所以我沒有記下名字 要靠眼睛的觀眾 告訴我是什麼魚 我沒有喝 麻糬可以稍微泡一下 它是硬的 第九款食物是一個茶碗蒸 上面的湯是一個很濃的雞湯 還有一個燒過的麻糬 好吃嗎 好吃嗎 第十款食物是燈納魚壽司 還有北海道的海膽在上面 當然這個混合 食材是新鮮的話 是一定會好吃的 第十一款食物是這個紫菜飯卷 上面有一些切碎了的拖羅 還有它的醬汁有點像鰻魚汁 紫菜已經開始在我手上慢慢越來越軟 我喜歡 鮑魚 第十二項食物是這個鮑魚殼上面 有一些飯還有一些煮過的凍鮑魚 每次遇到這種類似鮑魚壽司的東西 都是一場賭博來的 因為就算去到日本吃 都不一定好 但是這個做得很好 很軟的鮑魚 很好吃很清新 第十三項食物就是這個麵豉湯 正常來講個人套餐就完結了 但是這裡你可以有一個option 再加錢去吃一些特別一點的壽司 有兩三個選項的 其中一個是鰻魚 畫面現在看到這個 就是師傅推薦說很特別的叫做 比目魚原則 難怪師傅問我有沒有知識問夠 當時全家餐廳都是凹了嘴的 因為視覺衝擊實在太大了 就是在一個比目魚原則壽司上面 再新鮮磨上大量超大量的起司 謝謝 謝謝 好想我沒有點鰻魚 如果我點了鰻魚 我看到別人做這個 我會生氣 對 這個就是Extra家的第十四項食物 根據價錢是150台幣一件 我覺得自己不一定要想 是 我也試過裡面的鎮餡 但是口裡面的鎮餡 我初初以為是很噁心 誰知我又不是 是要融合 有一點點味道 對 他可能特地選一種沒什麼味道的起司 最後第十五項食品就是 甜品有好台灣的紅肉火龍果 瘸餅 這個很好吃 這個黑糖好像有點酒 我扔我因為喝了手 黑糖是沒有酒味的 純粹是我喝得太多sake 懷丹的價錢是大概每人500港幣左右 昨天早上喝了七仔的橙汁冰咖啡 今天就喝一杯正常的咖啡 去到酒店旁邊的一間叫做Coffee Club 的咖啡那裡喝 記憶之中這一杯是Cold Blue 不是Ice Americano 味道是正常 歡迎大家各位 今天第一個行程都是去吃日本菜 我們去吃拉麵 去中山站 雖然台灣坐的士不算很貴 但由於只有我一個在 我們省多點錢 盡量坐公共交通工具 現在我的位置是中山 要去一間叫做二屋道麗拉麵 為什麽選這麽早來呢 其中有一款是會在晚餐之前 就會買完 所以早點來這裏 拉麵店應該是開11點半 那天好像是星期六 我們早上11點4去到已經看到有其他顧客在排隊 含大類海鮮腸 為不佳者製造針醬 我今天應該會吃第二個 就是叫做濃厚道麗拉麵 它這個就是道麗湯 再加生的生蠔 講一下它的用餐環境 由於這間店舖新 所以整件事很乾淨很舒服 我們先看看James 比較瘋狂的這碗拉麵 就是一個道麗湯底的拉麵 再加真的一隻生蠔在上面 由於我第一次吃 所以就不敢叫生蠔 就是熟蠔來的 這個湯底看起來是很濃郁的 其他配料就是有一隻微玉 還有芫荽 左邊的洋蔥是要額內加錢才有的 還有熟蠔和有些豬肉的叉燒 這個奶味 很好吃 我從來以為它會有點像 類似在黃金街那間干貝那種 誰知不是 對於第一次吃的我來說是有衝擊的 因為它是沒有乾貝的感覺 這個湯底 是真的蠔的味道 而且它出奇地不是很粗 香爐而不下方 嗯 蠔好吃 他們的叉燒就是比較滑的一種 好像是剛剛熟的感覺 碗拉麵的蠔味是非常誇張的 我覺得這個洋蔥是用來平衡一下 多一種其他味道 至於選擇熟蠔還是生蠔那碗 雖然我們兩個都覺得熟蠔好吃一點 我自己主觀地認為 碗拉麵的味道非常獨特 但是大前提是 你要本身喜歡吃蠔 你才會吃得到這碗麵 在中山站附近這一邊 絕對是一個尋休探備 找食物和咖啡的好地方 有超大量懷舊 和Modern混合在一起的咖啡和餐廳 我們去了一間叫燈波咖啡 燈波這裡的vibe很好 它所有裝飾、顏色都是六七十年代 很懷舊 還有店主是很懂選擇音樂 他放的音樂都是那個年代的vibe 我點了一杯叫做西西里美式 好美 我發現這種西西里美式 在台灣的咖啡是經常會見到的 好美 好美 你試試一口 是不是 好美 好美 這個湯 好美 這種西西里咖啡應該就是 黑咖啡裡面加了檸檬和梳達水 所以那個味道是很清新的 這個也很香 好美 一般來說很多環境很美的café 飲品多數都一般的 這裡兩樣都做得很好 店主很厲害 由於外面的天氣很差 所以我們先做了room tour 我今天在同一間酒店沒有那麼貴的房間 搬了上來高層一些比較貴的房間 剛巧是因為假期 所以便宜一點的房間就爆炸了 迫於無奈 我又不想轉太遠的酒店 我就住同一間酒店 就加一點錢搬了上來這裡 這個房間的大小其實是跟之前我們住的那一間是一樣的 但是它不同的那個位置就是由打直變成一個打橫的房間 所以這裡是大門口 一進來就會見到兩片窗 裡面有的設施和整個範圍都是一樣的 那這裡有床 床頭燈台 那這裡都是一樣的 那些控制窗簾的機關按鈕 那我們來看看景色 其實整間酒店所有房間 面臨的位置都是這一邊的 那這個景色因為是高層 所以就會見到河 我放近一點給大家看 然後這一邊 這裡是廁所 全身鏡 那裡面應該是一樣的 有隔膜和衣櫃 這裡是我的行李神 很漂亮的行李 洗手盆 那這個洗手盆這裡就多了這一片窗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的廁所 上次我住這間酒店 我就是覺得一樣東西都很好的 唯獨是廁所洗澡的位置 那一堂簾就不太能隔水 所以你洗澡的時候 就總會是有很多水去洗手間那邊 那很有趣的 這間房間也是一直用這個浴簾 我說的有趣的原因 是昨天我住比較便宜的房間 他們竟然調整了這個問題 他們由一個浴簾變成玻璃門 但是反而貴一點點 這間房間 他們就是還沒處理這個問題 另外一樣值得一提的 雖然它的大小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是由於它由打直到打橫 如果你是兩個人來住的話 感覺這裡是好用一點的 那個空間 還有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下面的房間 如果你要拍一些很性感的網紅照 下面的房間比較適合 這一隻就 對了 你只有這個位置可以做性感網紅的東西 不是 你可以搬枕頭來這一邊 是嗎 對不起 這一天本來我是計劃了去走那條橡山的步道 但是去不了了 今天晚上的晚餐我約了朋友吃 我期待了很久的熱炒店 我要找黑人炒蛋 它有個 焦麻雞 麻辣蔥 很好吃 我忘了這裡有沒有三杯豆 三杯豆腐很棒 三杯雞 其實我是第一次去台灣的熱炒店 所以對於整個環境和操作 我都是完全不熟悉的 第一次走進去的感覺除了覺得很熱鬧之外 就是有點去了另一個世界 因為在裏面吃東西的人 每個人都很開心 情緒超高漲 人進去 喝 打個 我們是沒有失禮人的 因為那裏大部份人都是這樣的 我要教訓小一點我的無視麥克風 這個是最近網友推介的台灣啤酒生啤 這間店叫做餅魚魚魚 魚魚魚這個字就是 剛剛查了是讀了鮮字的 所以這裡叫做餅鮮 大家應該吃熱炒店的經驗 是多過我很多的 但是我都說一下那天吃了什麼 其實就是台灣菜 因為我今天只吃了一碗拉麵 所以很餓 好吃 朋友們說這個豆腐 是他們其中一個燒排菜 這是煎珠光 這裏非常出名的 一定會吃 好吃嗎 好吃 平時我是不懂內臟的 不是 他說養生燒肉 哇 這個珠光很好吃 這個是不知道什麼魚 蛋蛋魚 蛋蛋魚 我初初以為它是會乾淨的 那種煎蛋 但原來是剛剛好 跟一班朋友一起吃熱炒店 是一件挺棒的事 可以同時間吃到很多不同款的台式小炒 在品鮮這裏今晚我們吃到的小炒 大部分都是OK 這個是麻辣中段 很肉 有一點總結 我覺得這裏的豆腐是超好吃的 接著就是那個豬肝 它出了豬肝做到 有一點像我們買的牛肝乾的質感 很濃的 所以就沒有了那種內臟的味 接著還有那個麻辣中卷 我都覺得好吃 其他有些菜味道 就未必是這麼濃的味道 例如那個豬頸肉 你只能看到它有豬頸和糾成法 那個炸鵝也不是很鹹的味道 我挺喜歡的 這個 好像一個台式的大排檔 而且在這裡吃東西的人 每個人都很開心 說話說話說話 有很多很多低手 另外有些食物的甜味 可能我們沒那麼習慣 就是這個水蓮 還有這個絲瓜 因為可能它這個 很有趣 我來到四四藍村 其實我很多年前都來過一市 經過這裡 所以就走一下 這裡其實以前是一條眷村 眷村的意思應該就是 以前是一些軍方人員住的地方 就好像我們之前 在屏東港那條片 那個星利星村 也是一個眷村 也是活化了成為一個 類似民創區的地方 這裡的特色就是 有新舊建築物的交融 即是可以看到很舊的村屋 也可以同時看到101在後面 其實這裡就不是很大的 應該收末才會有這個 FREEMARKET 手作市集 相比起台北其他民創區 這裡的面積其實是小的 如果是走一路 沒有手作市集的情況之下 這裡是打卡的 又或者你真的很想了解多些 眷村的事情 這裡是有指南的 這一日是我最後一日在台北 所以都是做一些好遊客的事情 去西門町那裏走下 買下手信 拍一條彩虹和吃東西 這間西門町的絲圓蒜尾鹽酥雞 是沒有推介的 這個是 和其他鹽酥雞店一樣 門口就是擺放了超大量已經炸好了的炸物 那你點完之後他們就會拿去再翻炸 在這個時候我才發現原來它裡面是有位置坐的 這一份鹽酥雞是70台幣 它是加了辣 還有蒜頭在這裡 是沒有骨那種來的 我其實很多年沒有在台灣吃過的鹽酥雞 它比我想像中是嫩滑的 當然它不是那些很嫩滑的雞 但是呢 這些不是很肥的雞塊 它算是不粗糙的 而且整件事不是那些100%乾到硬脆皮的一種 是脆但是軟的脆 有一點濕濕的感覺 如果每一塊都可以吃到九層塔就好 九層塔就好 加起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上一個台北Vlog 即是這一天的幾天前 當時五十藍個杯是這個顏色的 在那條片我收到網友的留言說他們的杯轉了顏色 我在剪這條片的時候才發現 五十藍個杯轉顏色這件事 原來我在台北見證著 好了各位,今天我們就談到這裡了 記得要多給點鼓勵 訂閱我的頻道 給個Like 這條片留個言幫助我的turtle的感覺 還有順手follow我IG 我的最愛 我們下次見 1 3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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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